Hello,大家好,又是Jacky Sir 现在终于恢复面售课 而且运动场所和设施都开放给大众使用 虽然现在疫情的情况已经很转 但教育局竟然对于留校参与课活动的学生持有限制 如果个别的学生已经完成了接种两剂疫苗并且超过14天 学校可以安排相关的学生在放学之后进行体育活动 基于异性的限制,体育老师和我都一起计算了这个网上预约系统 方便各位同学网上报名 在5月16日开始放学后2点半至4点9就可以使用体育节育 这个就是放学后的体育活动时间表 大家记住跟回不同活动的时间报名 网上预约的程序十分之简单 首先在poster上面找回同学想报名的活动 然后锁一锁相应的QR Code 进去网上预约系统之后 选择上报名的日子和时间 同学只能够选择未来14日之内的活动 系统都会显示余下的名额 如果名额异门,系统不会将该时段显示出来 选择了日子和时间之后 同学就必须填写名、电邮和回答两条问题 请同学留意,大家是必须跟着名和电邮的格式来填写 最后同学会收到确认的电邮 有些事项同学必须要留意 同学可以在同一日里面报两个时段 可以是相同或者不同的活动 如果想报两个时段的话 就必须要分开两次报名 因为每一次的报名只可以报一个时段 但是同学不能够在同一个时段 报两个不同的活动 例如在第一个时段 两点半至三点半都报了羽毛球和冰冰波 是不可以的 同学不可以work in参加活动 必须要在活动前几天就代交报名申请 而deadline就是在活动前的一晚11点59分 例如我想报明天的活动 就必须要在今晚11点59分前就要代交报名申请 最后如果同学是没有根据刚才的步骤或者规则报名 同学的申请是会视为不成功 在使用体育施施之前 同学是要做整四样东西才可以使用 第一就是列印了确认电邮 然后请家长签名 第二就是在活动时间前的五分钟就要到达场地 分别是2点25分和3点40分 第三同学是要出示电话里面的电子针卡 给当值的体育老师检查 同学必须要是已经打了最少两针超过14人 最后即使同学成功报名申请用体育设施 活动当日都必须要穿着整齐的校服发学 另外带体育服回来更换 最后有几件事要提醒同学 第一就是如果同学在刚才四样事项里面做少一样 那么当日同学都不可以留在学校使用体育设施 第二就是如果同学在报名之后无顾缺席 那么在14日之内同学都不可以再次报名使用体育设施 最后如果同学真的突然间有事不能够出现的话 请在确认电邮里面取消你的预约和写下原因 今天网上预约系统就介绍到这里 相关的资料都将贴在PE Board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找我 拜拜 by bwd6